好 谢谢这边连线报道 我们再来看到是台北市的东区 有一间百货 昨天邀请了天王周杰伦 还有韩国女星金智元 同台出席品牌开幕会 可是没有想到场外发声插曲了 你看看这一撞可是撞得不得了 原来当时这辆警车呢 到场要劝挡围停车辆 可是远景下车的时候 疑似是打错挡了 又忘了拉手插车 结果就直接撞上了 主办单位的豪车 就引发现场的民众质疑 说这远景又爱的鼓励节拍 按喇叭下车的时候又只顧着讲话 所以才会酿成意外 对此警方呢 回应说将会针对远景疏失 进行处分 警车一边按着喇叭 接着慢慢将车靠边停 没想到一下车就发生意外 前脚一跨出车子 警车立刻倒退路 车上警察也来不及反应急煞 三秒内直接撞上后方的宾室迈巴赫 事发在二十五号晚上九点多 台北市中校东路百货公司举办开幕记者会 邀请天王周杰伦和韩国女星金智元同台代言 吸引大批粉丝聚集 人潮众多却也涌现交通乱象 当时主办单位的车子就停在红线上 远景到场想要驱离 不过疑似下车的时候打错档 就这样撞到后面的麦巴赫民车 当时远景疑似用爱的鼓励节奏 按喇叭来劝导围停车辆 下车时还对拍照民众喊话 但没拉手刹车自己先发生车祸 这辆宾市麦巴赫要价九百万 是主办单位乘租用来接送贵宾 除了内装豪华性能也很强 时速零加速到一百公里 只需要五秒 临停在路边却遭警车撞上 虽说双方应该都有保险 但这下爱的鼓励敢围停 变成警车直接轻上去 恐怕远景自己都吓得不轻 欢迎新闻张士奎 蔡志敏 台北报道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